莫文蔚和自己的德国籍老公结婚后 一只甜蜜恩爱献杀旁人 近日她在微博晒出自己和老公 两个不同时段同一地点的合影 时光荏苒但陪伴依旧 幸福的身影瞬间就引来网友的围观和祝福 17岁的莫文蔚穿着蓝色的短袖短裤 一头时尚的卷发 右手还着老公的腰身 一脸的幸福和甜蜜 站在一旁的老公 背着蓝色的背包 衬衫 运动鞋 只能有青色 时光飞逝到今天 同样的桥头 同样的人 彼此相拥 唯一不同的就是两人都成熟了许多 莫文蔚在微博感慨 亲爱的 初恋 莫文蔚与初恋分开27年 各自经历风风雨雨 兜兜转转又走到了一起 时光带走了很多 改变了很多 但身边陪伴的人依旧 如此浪漫又真挚的感情 触动了网友的心 网友纷纷留言并表示祝福 初恋是结婚对象 大概是最幸福的事了 夜死了新闻中心 上海报道